请收看卫律法师佛学讲座 为什么说禅跟净土到底是一 究竟是平等呢 禅下手就是因地心 就是平等心 就是见性的心 那么净土一下手 他也是平等 因为阿弥陀佛那是平等 极乐世界是因为法身平等心 显现出来的一个清净的国度 那当然就是果地的觉悟 才有这个清净的果报 果报的清净的极乐世界的净土嘛 所以我们关照禅的这颗见性的这颗心 到究竟的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 清净的怎么样 这个果报身 或者是正义恶报 就是啊 那么就十报庄严土了 那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 禅的究竟 见法身 净土的究竟 是见法身 那净土的究竟 见法身 反映出来的 显现出来的 就是十报庄严土嘛 在你来讲 是法身清净平等 在相来讲的话 在事来讲 他是十报庄严土嘛 那你有十报庄严土 你当然一定要悟到 平等的法性身 才能够建议正义恶报嘛 所以禅的净土 根本就是一样的东西 你应什么两样的 如果把净土的法门 认为是跟上帝来接引 信上帝得永生 思想一样 我想这个是有差距的 我想这是不能够彻底了解 究竟意才会做如是说 了解的究竟意 就是就不可能会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就是平等法身 不许说报身怎么能够离开法身 是不是你禅单刀直入的 见性平等的法身 他也是一样 禅是从无相下手 无相也是究竟意 禁度是从有相下手 有下手 有到之后 他一性是毕竟空起的吧 所以没什么两样的 禅就是禁度吧 禅不能离开禁度 禁度就是禅 禅能够禁度